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頻道 那如果大家對金餅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學長每週四都會在頻道更新一些新的金餅咖啡以及器材資訊 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大家訂閱或者留言 跟學長一起討論囉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是要來討論一下網友的提問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來回答了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追刀 刀盤的問題 就是追刀的瑕疵比平刀低很多 這是學長在影片裡面講的 那就網友不懂 這是所謂的瑕疵率低很多 是指刀盤本身 它製作的時候刀盤的瑕疵率 還是說研磨之後的咖啡粉 粉的瑕疵率比較低 其實這句話它背後用意是代表說 沖煮之後喝到的風味的瑕疵率比較低 那所謂瑕疵呢 就是一些不舒服的味道 譬如說土味啊 色味啊 或者一些亂七八糟怪怪的不舒服的味道 都稱之為瑕疵啦 這句話它的用意其實是說 因為追刀本身呢 這個磨豆機的特質 這個刀盤的特質呢 它會讓我的細粉率比較低一點點 相比較大家比較常用的家用的頻道 OK 那細粉率比較低的情況之下呢 就比較不會出這些瑕疵味 所以指的是這個沖煮出來的味道 那第二題呢 是 關於攪拌法 因為水長最近也其實示範了非常多的攪拌法 那這位網友呢 就問了一下說 請問攪拌法需要攪拌到粉層的底部嗎 這個問題其實蠻好 因為它提供了一些細節一些線索 那它其實背後的一個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基本上呢 我是會攪拌到底部的 因為呢 其實攪拌法它的最核心的目的就是 我在攪拌過的時候 要讓我所有 注意是所有的咖啡粉 都要吃到水 因為咖啡粉如果沒有吃水的話 它的萃取狀況是不正常的 它是不會正常的釋放出風味的 那如果有一部分的咖啡粉 你不去攪它 一部分攪到一部分不攪 它就沒有吃到水嘛 它就會萃取不足 導致你整體風味會怪怪的 就像一盤菜 一部分的菜是熟的 一部分的菜是不熟的 一定不會太好吃 所以攪拌的過程之中呢 還是要攪到底部的 就是哪裡有粉 你就要攪到 但是呢 延伸出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我攪得很深的情況之下 我的濾杯的流速 有沒有可能因為我一直攪 那我的濾杯比較容易塞足 這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呢 當我攪拌過程之中 我的細粉 它吃飽的水 它就會往下沉 所以確實攪拌這個過程呢 會帶動的一部分就是 有可能會塞足 所以在攪拌過程之中 你一定要算好你的研磨度 以及你的粉層的厚度 譬如說如果你的粉層用比較多 20克 甚至20克以上 基本上呢 你為了避免後半段 塞得很嚴重 你可能研磨度要稍微 磨粗一點點 它是比較安全的 那如果呢 你是用 比較細的研磨的話呢 就建議你的粉量 不要加太多 可能在16克15克左右 是比較安全的粉量 比較不會後半段的時候 哇塞得不要不要的 所以呢 這同時就是 夾半滑的補去之處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 一個網友很可愛 他說 學長我一直想不同 好像日本 他們日本的那種 繞圈的時候 他們都習慣 比較遠的地方 會拉高 比較近的 就靠近自己的位置 會比較低的 這種繞圈的方式 是什麼原因 其實呢 這個觀察得非常的好 那學長之前 有在影片中 也有提到過 就是關於賀嘴狐的練習 那一篇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資訊欄 那我有提到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奇怪的重點 就是離我很遠的地方 手動符要拉很高 比較靠近我的地方 手動符要降得比較低 主要原因在於是 使用的是賀嘴狐 因為賀嘴狐的特性呢 它的水從桶生 就是從那個主要的沉水的地方 一直進到我的彎管 一直到出水口 這個過程呢 它中間是一個很寬的 一個脖子的部分 所以我的水會 在倒的過程中 會忽前忽後 忽前忽後 不像這種細口的 它的壓力基本上是一致的 它是比較寬的 所以在倒的過程中 我的水壓力會忽大忽小 尤其是拉的比較遠的情況之下 它更可能會讓你的水變得非常的大 就導致你在繞圈的過程中 水會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 那日本人呢 也很習慣使用賀嘴狐 他們使用賀嘴狐的比例是比我們高 高很多的啦 所以呢 因為他們使用賀嘴狐呢 所以他們就可以使用這樣的 就是一個橢圓形的繞圈法 比較遠的地方是高的 比較近的地方是比較低的 這樣子繞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讓我的賀嘴狐的控水 很神奇的是拉遠的部分呢 因為比較高一點點的 它的水反而會縮小 OK 拉近的部分呢 就回到正常的高度 水就不會忽大忽小 所以這主要是 因為他們使用的符的習慣 所以呢各位 如果你平常用的是細孔符 其實你不需要學這個手法 那如果你是用賀嘴狐的話 確實這是一個很值得參考的手法 好 那下一題 OK 好這個問題呢 是關於濾杯尺寸的問題 這個網友呢 他是原本要買S號的折子濾杯 後來買到M號 就等於是大號的 然後 那他可能平常充的就是01的V60 所以他就充起來很習慣 但是用了這個M號的大的濾杯以後呢 他就常常會 周圍會很高 然後粉又不夠多的情況之下 那他就是給水必須要變成很大的水 或是不好控水 那這麼做問題的話怎麼辦呢 當然學長如果以簡單的概念來說就是 那你就粉裝多一點 其實呢大濾杯一般都是對應高粉量 小濾杯就是對應低粉量 這是確實的 但是呢當然我也可以想像大家還是說 那沒辦法 我已經買了對不對 而且我又不想要充那麼多 我還是想充小粉量的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呢 那學長還是提供一個可能的調整方式給大家思考 譬如說 我平常呢如果這是個大的濾杯 我如果平常會發覺說 我好像必須要給很大的水會撞到濾杯的情況之下 可以考慮 就是任命的就是要把我的手中服呢 抬到濾杯比較高的位置 抬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你在繞到最外圍的部分呢 你的湖井的部分也不會撞到濾杯 當然這個過程之中呢 你也可能會因為你的給水因為比較遠嘛 所以讓你的風味上面可能穩定度沒那麼好 比較容易會有一點水滑 那你就認真要控水 但是呢 這樣子如果你能穩定的沖的話 但是水柱如果是維持的比較好的話 它仍然比較不會有那個水大乎小的狀況 不然的話如果你一直處在於這種 要撞不撞你很緊張的情況之下 反而容易讓你的控水變得很差 不如就任命一點把它抬高到一個程度 是不會撞到你的湖井 然後就這樣子認真的練習控水 所以這也只能說是一個亡羊捕撈的做法 但是其實也是可以做 而且確實有很多咖啡師 他們也可以練到這一招 所以就看你囉 下一題是關於 悶蒸30秒的計算方式 是從給完悶蒸水開始算 還是說從悶蒸給水之前 一給水就開始算 其實這一個呢 實話說是沒有固定的答案啦 那流派上面呢 還真的有各種流派 他們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有一大半的人就是 悶蒸給水完他開始算 有另外一半的人就確實就是 我一給水就開始算 那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對錯與否 那學長是習慣什麼 就是悶蒸給水完 我再來加三次 所以實際上來說呢 我的悶蒸時間算是偏比較長的 那因為我比較重視層次感 那如果你是呢 現在還沒悶蒸給水就算悶蒸時間的話 因為你整體悶蒸時間會比較短 所以你的香氣的表現呢 可能不會像第一種那麼的飽滿 它是比較融合在我的咖啡風味裡面上 所以其實兩個都沒有對錯 那它的風味的表現上面呢 很明顯會有一點不同 所以呢 如果你小喝層次感比較好 我建議你就是給我悶蒸水給完 再算30秒 層次感表現會更佳一點 那最後一題呢 是 細粉跟打冬水稻的問題 因為學長之前有跟大家聊過打冬水稻這個議題嘛 也很多人有很好的回應 那這位網友他就問說 如果我可能 我的磨豆機磨出來的是細粉比較高的 那它衝到後半段的時候呢 是比較容易淹水 比較容易出苦澀味的 那它應該可以用打通水稻這一招 就中心打通水稻之後 然後讓我的粉層細粉翻出來以後 用這招可以解決嗎 還是說我乾脆呢 在前半段我就用推粉法 是不是能夠讓後半段的細粉塞住的現象減少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的給水可以控制得很好的話 後半段使用打通水稻 就是中心鑄水 把水稻打通這件事情 是可以解決很多很多的 淹水阻塞現象 因為這道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但是呢如果 確實啦 你真的 技術沒有那麼好 你打通水稻技術沒有那麼好 你前半段使用推粉法 它這個邏輯呢 也是一個 從根源解決的一個方式 因為推粉法 當你做得好的時候 它的後半段的細粉堆疊 確實會降低非常多 所以這兩個方法呢 都不錯用 它各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當然它兩個如果聯合在一起來 一起來輔助的話 也可以大大的降低你細粉堆疊的可能性 然後去介紹主者問 以學長的立場來說 我當然會覺得說 最好是你兩套你都學會 因為呢我們在衝組過程之中 盡量讓大家都可以有一些變化 比如說我前面用推粉法 我後面用別的手法 或是我後面用打通水稻 我前面不一定要推粉法 兩個只要選擇一個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這樣子 你的衝組手法會比較自由一點 先玩一些新的組合 所以呢我建議 兩個手法都試試看 那這兩個手法都是非常好 解決細粉堵塞的問題 OK 好 那以上的問題呢 有回答到各位嗎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抓一些覺得 比較有意思的跟大家來做分享 OK 那我們今天的QA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會很開心跟大家分享喔 OK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知道 你嗎 我們會覺得